台湾疫情恶化 第三级疫情境界 已经由台北和新北市 扩展至全台湾 根据台湾中央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制定的标准 境界级别因应疫情的严重程度 分为1至4级 第一级境界表示有境外输入 导致零星社区感染病例 民众承搭公共交通工具 和出入人多涌极的公共场所 要全程戴口罩 当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土病例 境界就提升至二级 停满室外500人以上 室内100人以上的集会 如果一日内确诊 10宗源头不明的本土病例 或者一星期内出现3宗以上 社区群聚感染 就提升至第三级境界 民众外出时 全程要戴口罩 停止身内5人以上 身外10人以上的聚会 非必要的场所要关闭 而最高的第四级境界 表示本土病例快速增加 在14日内 平均每日确诊100宗以上 而且一半以上找不到全染链 到时要停止所有聚会 除必要的医疗和公务外 全面停工停放 并在严重疫情地区实施封锁措施